臭宝说老花姨这个竹鱼怎么养啊 其实说竹鱼有点笼统 我给大家说系统的多说几个吧 一个这个叫竹节海棠 看到没 挺漂亮吧 竹节海棠的品种有特别多 有的话可能竹节海棠也没听过 听秋海棠你就懂了 它的品种特别多 还有呢就是这边了 一些个热枝 像这边这个叫绿天鹅 是吧 这个是我们从卖给花友的那个花里边 分了一小棵出来 然后还活了 我看那个小苗子挺好看 那一掰掰下来随便一擦 就掰下来就活了 这个活了 还有这种花竹系列的 刚才说秋海棠 这个也是秋海棠 好看吗 这样好不好看 漂亮吗 这个叫夏尔鱼 夏尔鱼 还有这种带刺的 我都忘了叫什么了 我老是忘 你知道吧 还有龟背竹 反正就这边的几个东西吧 河果鱼 还有这种河果鱼 他们的养护方法都一样 有点话说老朋友你告诉我怎么养 他很喜欢室内那种感觉 就是 你怎么想呢 你待的很舒服 你要现在我们这个棚里面 我待的是最舒服的 就是穿个这种薄薄的毛衣 是吧 我不运动的话 一点也感觉不到冷 我稍微运动的话 我可以把这个薄毛衣脱掉 我穿个小衬衫 就那种长袖 那种环境是最舒服的 他们呢 也不喜欢特别特别特别的热 你如果说你要是温度在40度以上 那肯定是不行 你要温度30来度 他也能接受 他们都不怎么怕热 明白了吗 就是这是温度这一块 再一个光照 光照不用抢啊 就这样就行了 就咱们人感觉着合适 稍微感觉到 能感觉到点阳光 很愉悦身心的那种就够了 浇水这一块 摸一摸 盆土里边 你不干 永远不浇水 你看我们这些个 只要是潮湿湿的 我们就从来不再浇水的 你像这种的 我跟大伙说这种的 你看这种的干了 摸一摸盆土 你别跟我一样 滴露出来看 就该浇了 不浇怎么办 这个就是汗过头了 这个就该浇水了 这种叶子就是出现了汗 所以说干了再浇 不干不浇 你即使是 偶尔一次 缺个水 它只是说 黄下面的一个叶子而已 你这样一拧 它就下来了 对吧 把这个叶子 比如说剪掉 我没拿剪刀 给这个叶子这样剪掉 剪掉之后 它上面的又在涨 而且长新的 它很个性的 它在缺水 缺肥的时候 它先带些下面的叶子 所以说呢 你偶尔缺点水 缺点水 问题不大 那你及时补上就行了 盆土的话 一定要选择排水透气的 不论是花盆还是土 如果说你选择不好的话 你可以信任老花衣 这个老花衣是有的 最低温度呢 一定要维持在五度以上 一定要维持在五度以上 明白吗 如果说偶尔 那么一两天在零下 这个没事 就那么一两天零度 零下三度没事 你要是偶尔一两天 在零下十度以下 那也不行 明白了吗 怕冷 肥料的话 选通用型的 我们都用了通用型的缓湿肥 从这个里边 你也能看到 这个小粒粒它都是 所以说没有那么深密的事 好吧 别的也没什么很大的问题 还是比较简单的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 老花衣会每天 给大家分享 很多语用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衣 养花最短一 白的臭 嗨